不靠腰 绕帅 为什么会没有效果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lan 我在昨天的时候有在 呃 昨天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lan 前几天我有在IG上分享了一个文章 是我用CBOD做的一个小小的海洋的特效的部分 为什么要做海洋特效呢 因为我们后面10月份到12月的部分 有一个电影的特效专案 就是要先请偷款的部分 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 这边也有网友就是有问我说 在CBOD里面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我只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制作的一个方向以及想法 比我们还要厉害的特效师或者是动画师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跟交流 那我待会会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 就是我是怎么样在CBOD里面 非常快速的去制作 这个海洋的这个部分 好吧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CBOD的软件 Go 好在进入C4D的界面前呢 要先请大家就是到这个网站上面去下载这个插件 这个就是最主要我们做海洋特效的插件 那他现在做的是用一个 就是认证的方式给他 那你也可以就是原被下载安装 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 不错的这个效果就是 预览的效果跟他 这个安装的这个方法 这个上面都有讲 待会我会在影片的下方贴 网址给大家 那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是朋友 就去下载来玩玩看 好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后面给客户的一个DEMO的海洋 就其实是还算OK 但是细节度可能也还不太够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知道后期去调整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都是我已经做的 OK 那新的档案 我们这里直接再来PUBIN 刚刚你如果安装的话 就是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给他一个平面 那把这个插件拉到他的下几层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现在是数太少 那我们就增加他面数 我们一样就是加400400这样 如果你电脑比较不好的话 就不用加到那么多 可以100或者是200都可以 好 那我们再切开回来看一下 这样子就有好很多 这个揍着感 好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第一个的部分 我们要先改一下解析度 它预设是128×128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调成 下一届就是256×256 那你也可以调512×512 就是你调越高 它吸的度越高 其他的我就不再洗脚 就讲一个 比较我会用到的部分 前面的话你会看到就是他不太会动 那我们就在这个台名这里 给它Key上动的数值 拿到譬如说我给它300格 那这里让它30格 改一下关键真理了 你可以看到这时候海洋就在动了 非常的酷 那海洋动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这个部分 这边看的话是1.2 1.2是我自己测试的数值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大概要多少的数值 那这时候我们就再给它上个颜色吧 就是材质球的部分 那材质球的部分 就是调一个大概是水的材质就可以了 你会看到就是非常基本的海 但是海上面呢 应该都会有一些 拨者上面都会有一些泡泡彩队 感觉细节度又不太够 我们先复制一个出来 先把它隐藏掉做备份 把它C掉 按C 就是传换成点线面的这个模式 好 那我们这时候就是做一个动态贴图的这个记录 我们先把它记录一下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记录一个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拉给它 这个 拉给它 然后把 它这个什么 都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 把它打购 总之就是要启动它 它们两个才会有用 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 材质球 让它知道说是哪个地方是需要有白色的部分 就是加一个 动态贴图 然后把动态贴图的部分 这个 发给它 这时候 海上的 这个泡泡就出现了 那你会觉得说 哇 这泡泡好像有点多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做微调 你知道自己想要的 口味 方式 下去做调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效果非常的快 非常的简单 喜欢分享这些内容的观众朋友啊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那我一样会把这个 状案的档案在下方影片的连结给大家 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